巧克力呢 小夕 我拿我的把握给你看好不好 没兴趣 你看嘛 你看嘛 拜托你看一下就好了 这男生是个任性的小孩 你看 这是什么 都敢抢人天急啊 是巧克力免费复赠的 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 竟然买的我都弄买了 你看 还有这种的 好帅哦 这家是非常稀有的哦 很不错吧 闪闪发亮的 真好 真好 我也好想要哦 这家送给你好了 以为我有三家一样的 真的好大腿啊 童谬 人家喜欢亮亮的那一张 不行啦 人家好不容易才收集到的 消气鬼 你自己去买啦 然后我们再来交换重复的贴纸吧 我也要来收集都给错了贴纸了 你又要不要ha ha ha Magic 脑瓜包扁 吃点心吧 什么吗 是小饼干 不是你最喜欢的点心吗 妈妈只能都不知道变动 我也要买别的点心给我吃吧 比方说巧克力之类的 再啰嗦就不要吃了 人家特地帮你买回来的 狗的吃还挑三仅次呢 还不是全都吃光了 怎么少不能买巧克力呢 好吧 喝杯茶休息一下吧 我的妈妈 就是这最美丽最散热的好妈妈 怎么了 妈妈爱不爱我呢 当然爱你了 我也最爱美丽的妈妈了 谢谢你的好意 能找个人给我吗 过几天吧 今天就买了 不行 不是吃过小饼干了吗 小气 这不是小气 只是不浪费而已 有点重哎 会腰酸背痛 别这样 没有吗 好吧 既然如此 起步转功全做赞 妈妈的肩膀 摸摸球真的好僵硬哦 真是辛苦您了 每天做那么多家 是一定很辛苦的吧 就是说啊 再用力一点 好的好的 因为家庭主要24小时执行啊 再左偏一点 要做的事情对得像山一样多呢 电视节目也要干才行 所以跟讲电话聊天不能少门 对对对你说的对 好了辛苦你了 这样可以了 好了给我吧 什么 生命线好长哦 会长命百岁哦 真替你高兴 不是叫你看熟悉啊 啊 Lucky 相隔五天了 我要去上厕所了 被他给跑了 我要带小葵去买点东西 就拜托你看家了 哎 可是人家也想去 我们马上就会回来了 你留在家里吧 我不要了 怎么可以把五四小孩一个人留在家里 搞不好会被坏人绑架走 搞不好会有强盗闯进家里 哦哦 好可怕 平常都没问题 怎么突然这样啊 如果让我跟去的话 我可以帮忙提撞的东西 也可以负责这股小葵啊 只能跟去而已哦 我不会买东西给你的 好好好 我一定会帮上忙的太太 奇怪 小心人呢 又乱跑 我就知道 这就是传说中的巧克力呢 这 我想要 小心 你怎么不摔山就跑掉了 人家好喜欢这个 走吧 买完肉就要回家了 人家想买巧克力呢 不能再买零食给你了 买吗买吗 买巧克力给我吗 不要 不闹了 那我耍赖一点也不像你的作风 妈妈今天穿什么严实的内衣 要我到山说出来 不准你威胁你吗 麻烦你了 欢迎光临 那里有帅哥电源 不好意思 这些我不想要 帮我放回去好吗 好 真是不好意思哦 我回来了 你回来了 你怎么了 小心 我是全世界最不幸的五岁小孩 又被美牙修理了对吧 来 给你礼物 我不想要 你果然还是比较喜欢小饼干吗 听说里面还付了动感超人贴纸 我还想说你会喜欢这个呢 吃巧克力 我就是想要这个了 是吗 你真是太好了 爸爸好大肚哦 不然跟妈妈不一样 男人还是比较留着男人的心了 爸爸我爱你哦 你好远我心灵了 我小时候也经常买负责玩具的零食 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很让人期待 不是深深发烂的弟子 而且还跟我有的那招一模一样 那真是太可惜了 不过经常会那样了 好无聊哦 爸爸这个人抽签运太差了 而且女人运也很糟糕 说的也是 如果再说那种话 以后就不买给你了 不是的 这事太感谢了爸爸 你一定很累了吧 我帮你按摩吧 再用力一点 舒服 老板你的身材很不错嘛 一定有很多女人为你哭去哭吧 是啊可以这么说了 哎呦社长真是个玩咖 每天也要拜托您买巧克力 回来的老板 哦好啊 大老板 大玩咖 大总盒 我每天都买巧克力回来好了 哦真的吗 果然是春日博最帅的大帅哥 是吗 应该只是第二帅而已吧 你外不会 我们家的男人真是的 真的是帅的